零体罚教育怎么教?儿子打架时,陈建州,亏人,三打步骤告定,网友鸡腿超实用 日前艺人又胜因以催玩具的方式管教不收拾玩具的两岁女儿,而引发了正反两极的争论 究竟小孩不乖的时候该如何正确且有效的管教?毕竟如果完全不管孩子,那他们的成长过程可能会培养出错误的价值观 但如果用叫极端的方式,如体罚,等来教育孩子,或许可能让孩子变乖,却也可能在他们心中留下难以抹灭的阴影 这时的管教这件事成为许多父母相当头痛的问题 而如果你也正为了管教孩子的问题再苦恼住,不妨参考看看陈建州,黑人,和范伟奇,范范,教育双胞胎儿子飞飞翔翔的方法吧 在结婚多年后,范范和黑人终于在2015年喜获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儿,两人也经常在脸书分享孩子成长的许多趣事 而日前黑人也分享了他对儿子的管教方法 透露自己和范范对儿子管教是恩威病师,由他来扮演黑脸 但不管阎父的角色有多人科,他都谨记一件事,那就是绝不对孩子进行体罚 黑人透露,自己曾看过许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因遭到体罚而留下严重的心理阴影 而自己小时候也曾跟哥哥因为做错事而遭到爸爸痛打,至今身上仍留住被打伤后缝针连线的疤 也因此黑人对于体罚这件事心中一直藏有难以抹灭的阴影 但当飞飞和翔翔长大后,两人也变得调皮,经常会因为抢玩具而打闹,甚至还会护咬对方 而看到儿子在打架时,黑人又会如何处理呢? 他分享在孩子打架时他会采取三大步骤 首先将先动手的那一方拉到家里的角落罚站 他描述,我就会坐在离他们很近的面前,陪他们一起耗在那边 让他们感受咬人,就是要面对黑暗中爸爸一直看住他的氛围 接住,他会要求犯错的一方屁受伤的一方茶药 他为此分享经验,过程中,即便孩子撒娇,也不能轻易心软 最后黑人强调 要把处罚过程尽量弄得繁琐 让犯错的一方充分领教做错事所付出的代价 他说,好像有一次,要做七件事来偿还 下次他就会觉得,要人要那么久不能玩玩具 而对比自己的三大步骤,黑人笑说 范范在家里就是扮演住白脸妈妈 在两个宝贝儿子面前就像小年娘一样,只要小朋友一撒娇 她就瞬间融化,想凶也凶不起来 当然范范也是个反对批发的妈妈 但遇到儿子打架时,她也会变得严肃 先是严厉地叫他们分开拔战 数数到时候要跟对方拥抱和好 有些父母认为孩子不打不成器 但很多时候孩子被打后看起来变乖 只是因为他们害怕被打这件事 而不是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 黄论改错了呀 如果你也苦恼住该怎么拒绝提发来管教孩子 不妨参考黑人夫妇的做法吧 分享出去,让大家看看这篇文章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